回头来关心的是财经焦点 台北股市呢 今天持续在高档震荡 加存指数盘中 占回了23000点大关之后 还是不敌卖压 月线得热而腐失 中场是下跌了106点 收在22820点 盘面上呢 全网台积电持续疲弱 收在了1030块钱 不过宏家均是全面的反攻 红海上扬了大约是1% 宏准更是直接飙上了涨停板的表现 创下了6年半来的高点 专家表示在美国大选之前呢 台股将会持续的震荡 而今晚会主委彭金龙则是表态 无论未来谁当选 即便股市受到短线的冲击 最后都会回归基本面 已经严拟好了剧本对策 川普说保护肺效应持续发酵 台股在美国总统大选前震荡观望 受全王台积电下挫10元拖累 加全指数周三 现时一度占回23000点 不过随后又翻黑走弱 月线得而复失 中场收在22820点 下挫106点 电子全指股表现分歧 联发科下跌 红海则上扬0.95% 引领红家军全面上攻 红准亮灯涨停 大家多少还是会担心说 如果川普的声势越来越高昂 那可能对于台积电的信心 或者是说对台湾的一个 电子股相关的一个 产业链的一个信心 会相对稍微有点保守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些个股呢 今天盘中有一些 有一个作为一个攻击 但是最后呢 还是做了一个稍微 尽心不足 然后收黑的一个情况 军家提醒 在选举所产生的不确定性 尚未明朗之前 建议先抱持观望的态度 从筹码方面来看 三大法人30日合计卖超39亿元 而针对川普对台股的冲击 尽管会主委彭金龙回应 市场最终还是会回归基本面 如果川普当选 相关的应对剧本也都准备好了 对于这个事件 其实我们在 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注 比如包括 我们有跟我们两个交易所 还有我们棋局的同仁 都有密集的去研商 相关不管任何结果的发生 我们的资本市场 应该如何因应的相关的一些作为 也就是说你有因应的剧本吗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 都有 彭金龙表示 过去因应股市非理性波动 金管会都有相关的步骤与措施 他也不可否认川普若胜选 将对资本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 不过金管会一直在做剧本研拟 无论结果如何 都会做好万全的应对措施 记者姚琳阿林秋强台北采访报道